Hello 大家好 又到了收市之后的EJMarkets的时间 我是李软盈 过去几天和大家说 市场的焦点都放在美国公司的业绩 美国公司的业绩方面 前天有Google控股公司Alphabet 说公布业绩比预期差 其实昨天也说过 非战之罪只是一次性罚款 但你别管 它在aftermarket的时候跌到一波碌 昨天在股价反映 Google跌了3%多 所以昨天以科技股走势 纳斯丹指数强差人意 但因为另外一些公司公布业绩 如麦当努和Caterpillar 公布贵度业绩理想 所以动指昨天表现理想 所以昨天就不太同步 在这样的情况下 港股等了很久的27,000行指 你终于今天看到了 我们先看看恒指的走势 恒指走势方面 今天也有些是升高后低 高了108点之后 恒指一度升过155 但很快到66 收市终于升88点 收26,941 升幅至0.3 指数最高 今天跌过27,07 成交是862.9万 比曾经成交较多 国企股指数走势相近 国企指数今天开52点之后 升过95 亦跌过28 收市终于收10831 升48,0.5 升幅至0.5 今天继续下跌股份 佔多数 整体大市方面 5.8股份下跌 恒指成分股 4.6股份下跌 国指成分股 6.6股份下跌 恒指成分股 恒指成分股 好一点 我们再看10只汇约港股收市价 第一位就是腾讯 300元关口到增迟下 都预了 收301元跌回6毫 中国恒大发行起 股价净升1.8 升3.2 汇空昨天担天保自尊 今天回跌回1.5 建行升9 平安跌5 公行升7 中行升6 友邦保险升7 恒息股ETF升3 中石又升1.5 升4.3% 昨天主要的焦点放在哪呢 放在522ASM太平洋 大家都知道 这是基金外股 多年来 运纳不倒的 由工业股转型到现在 当它是科技股 ASM太平洋昨天公布中期业绩 挺好 盈利14.9200万 年大升2.03倍 收入升2.5% 有80亿多 中期色派过二 可惜市场就一类 ASM太平洋第三个业绩放慢 好像花旗 降了目标价 由165元 跳低到159元 不过投资平洋 仍然维持买入 ASM开市不久 就立刻跌过1.5% 哇ASM跌1.5% 真是挺夸张 虽然中午ASM太平洋 开业绩发布会 行政总裁李伟光 对今年的经营情况 乐观 以目前经营势头 有信心 今年的新增订单 和全年营业务 将它再创新高 也解释第三季是传统淡轨 相信第三季集团订单 和第二季差不多 外国有单位数字增长 可惜股价仍然反弹乏力 今天ASM太平洋股价 终于收市都要跌近1.3% 跌了15.5% 多久没见它跌得这么厉害 另外其他半导体股 今天也是普遍下跌 中芯国际跌下跌至2.8% 是华虹半导体轻微升8% 今天除了ASM太平洋之外 今天还有澳门股 刘永宁澳门公布了上季业绩 盈利1亿0300万美元 按年升5.8% EBITDA升1.1% 有2亿1000万美元 券商方面 有券商认为澳门永宁皇宫的表现未如理想 有些认为EBITDA比预期好 但总体来说 券商对他的看法也有些分歧 不过怎么也好 5间券商对他的投资评级 不是增持就是买入 大摩和卖德银看12个目标价22元 美银美林看20.8元 上人看20.6元 高盛看18.8元 但今天澳门股普遍下跌 以永利澳门今天跌了4.1% 跌幅最多是他 其次是新豪国际跌2.9% 银河跌2% 除了澳门股之外 谈谈内房股 住建部说 将明确立法租房和买房 都是同权 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建立稳定租期和租金等制度 逐步令租房居民 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 买房居民强有同等待遇 这件事可能不太熟悉内地的朋友 就不太清楚了 内地方面对租务条例 不太清楚 所以对租住的房客 保障不太多 所以令到内地租赁市场 一直都不太活跃 现在这样做的话 已经会不会多了人买楼收租呢 还有另外就是3333 恒大发盈起 预报中期盈利 终于大升三倍 今天内房股 大中小内房股 表现都是理想的 其中恒大 估计急升一乘八 真是夸张 用创一于华子 你不借钱给我 我就配股 今天升百分之4.2 再升百分之4.2 碧桂圆升百分之3.8 跟着中国海岸升百分之1.8 华人之地升百分之1.7 富力升百分之1.6 都是升幅较大的内房股 另外就是沙地阿拉伯 就是油组国最大的出口国 沙地阿拉伯 星期一的时候 才说四神砌原话 就是说 会减少原油出口 以帮助限制全球供应过程 那头星期一先讲完 原来真的有做 昨晚美国石油协会公布的资料 显示 原油股泉大幅下降 超过一千万桶 刺激昨晚油价 显著上升百分之3 创七星期高位 9月的纽约旗油 昨晚升1.5.5 收市17.89美元一桶 9月的纽约旗油 升1.6 收50.2美元一桶 今天难得的就是石油股 三桶有表现的是理想 其中二 中石油升股最大升百分之3.1 中海油升百分之2.3 中石化升百分之1.7 另外今天有很表现的 包括资源股 其中江西铜升百分之4.7 洛洋物业升百分之4.1 中国铝业升百分之2.9 安港升百分之1.7 另外港铁股有些下跌 除此之外 如今日的大宗商品股 龙头805佳能河 占52周高位 今天收33.9升 各半升法5% 另外12085抗资源 升百分之6 收3.1.9升 今天有好表现的包括 航运股 其中航运股 以中原海法 升百分之3.4 中原海能和太平洋行运 升百分之1.2 都是升幅较大的航运股 还有子业股方面 邱元、李文和九龙子业 都是上升 但升幅不足百分之1 今天还有个别股份 发盈起或刑警股份 包括1515 华润凤凰医疗 发盈起 预期中期盈利 按年增长1.25倍以上 刺激估计到升高1成 收市升高1成 收市收10.08 升7.7都升高8 同样发盈起 包括1381月峰環保 与其中盈利按年增长4成以上 估计到升高5% 收市吃高3.2 升高4 另外较早前 因为瓦哈哈集团董事长 中庆后的女儿 阿中福利提出收购 失败了股价急跌8 182中国糖果 今天股价大幅反弹 最多升高4成8 收市升高3成8 收2毫3千4 升6千半 还有651中海重工 今早暴跌7成后 上午10点53分停牌 涉及发行发布内幕消息公告 停牌前收4千半 跌了0.104 好 看了这么多之后 结论是什么呢 港股流今天碰过27000 通算大关口前 会增持一下 但很明显看到 上升动力较为减弱了 但成交一直是7-800亿 没有什么大幅增加过 意味着什么呢 即是说大幅增持的朋友 尤其是不是那么多 现在仍然有货的投资者 不算太多 如果不是太多投资者有货 那又何来会订货呢 所以其实短期 可能是有短暂调整不出奇 但似乎都是往上沉顶的机会较大 好 做淡葱的朋友 都是看路走 好 至于内地股市方面 今天就是反复靠韩 上证指数今天高开之后 升过21亦跌15 收市升3点 收3次247 升0.1% 成交比昨晚较多 有2284亿多 深淨成分股指数 高开12点后 升过27 最差跌106 收市跌55点 收1万290 跌0.5% 以过创业版指数 今天 升过4点跌14 终于收市跌7点 收1681跌0.4% 继续美国都是业绩公布期 今晚会公布上季业绩的大企业 包括有Facebook 这些科技龙头 还有就是较早前 Amazon建议137亿美元 收购超市连锁店 Hole Foods 还有今晚的经济数据 当然要等着联储的议息结果 大家都想看会后声明 会否多啟示 对于缩表或今年会再加多次息 还有会公布6月新屋销售 和上周的原油库存 好了 今天的视频时间差不多 留待明早开市前 饭考如再 和大家一起 EJMarkets 拜拜